日新又日新 我们天天洗澡 又从洗澡中 付出到哪些真谛 唱歌 跳舞 包子 阿基米德定义 洗澡的时候发生什么 看一看自己的肌肉的状况 米德和精神上的洗礼 王国时代日新月异 你又该如何跟上新时代的古法 咱们可以失评聊天 叫我姥姥读微信 我在pad上做英语作业 都还只是技术层面的创新 更多精彩马上呈现 上课了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江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们 你们好 这边是两位导师 传道导师杨宇老师 欢迎您 野货导师 萨姝老师 欢迎您 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新字 大家都预习了吧 布置功课了 那来给我们说说 你们了解的新字是什么样的 我想到的是一个颜色 绿色 因为我觉得绿色的话是一片生机 最开始没有来北京之前 旁边的朋友说 北京是全年国度 来北京之后 我发现新奥运 国毛旁边所有的一切就那么的新 我很心疼新这个字 但是从旧的基础上而来 必须把旧的干掉才能混上来 那你应该心疼旧字才对啊 对啊 因为被干掉的是旧字啊 对啊 没建议新的字的时候 我们先要学这个 甲骨文吧 甲骨文的 对对对 我画了 这个是 一 一 新的吧 就是从零到一 一就开始新的 刚开始 一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突然想了 一个酒杯 就是因为形容这个是吧 所以我放了一记 这很像是我们的 所以刚才我 对啊 所以我刚才发散了画得不错呀 我们看这个殷商时候的甲骨文 心字其实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 塞纳说的这个一 它其实是斧头的一个形状 左上方的心是身旁 然后左下方的雾 加上右边的这个斧头 就象征着用斧头去海外树木 它的本意其实是柴火 那么柴火那个意思的心呢 就在这个心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意乎 就是加了一个草字头 就是我们今天说发心水了 每个月我们最开心的日子 就是发心水的那个心 就取代了最早的这个柴火的这个心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甲骨文 它省略了那个形旁木头 到金纹 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斧头 已经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心字的这个金旁 而斧头的形状呢 是被淡化掉了 而小传的这个心字 是最复杂也是最完整的 那力数就对心字进行了简化 也奠奠了我们现在砍书 常用的砍书 心字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是心这个字形的演义 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心的这个谈议啊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某些生物的理解是不太相同的 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动物可以在网上发文章吗 独猫 独猫 我们发现有一种动物是可以的 有一头星星叫Coco Coco就会在网上打赏 然后跟人进行交流 于是呢 当时科学家就跟他一起来讨论了一下 就是快乐汉有新的专家跟他讨论了一下新的含义 当我们说新的一天的时候 你认为新的一天是在前面呢 还是在后面呢 请举手 现在 不是 这个是一个中西文化的差别 因为我们每次就是玩前走对不对 对 所以就在前面我们要到那天 我是觉得后面那天还没有到来 对 据我所知呢 大多数中国人也还是认为向前看 是吧 是吧 看新的一天 您的理解是就是非常照顾到了Coco的感情 我跟Coco是一个思维方式 天天不是在前面 好乱 我来告诉你是为什么 因为星星是这么想的 新的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旧的一天 就是过去的一天 我发生了什么事 是我看到过的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旧的 是过去的 那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呢 是我没看到的 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人类的思维是多么的先进 我觉得我可以跟Coco成为朋友了 我没有共同语言 接下来还得考考你们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词环节 新的一天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九宫阁 还有我们的图 这是 新男 新女 我觉得是新鲜 新潮 新潮 看一下正确答案 新潮 谢谢你们看 对呢 就是发型看起来很低 其实她这个选择挺时尚的 挺时尚的 挺时尚的 时尚时髦 就是这个新潮 那我们同学当中 你们公认的最新潮的是谁啊 这个还要问吗 看呀 我呀 当然是帕郎 帕郎 虚伟 对 我很怕来之前我们说 我跟她说了 你看我们俩都穿着那个 T恤啊 我们是特别随便 然后他们俩 这两个星级 欧峰西的这个谁给你准备的 媳妇准备的 媳妇准备的 来了媳妇准备的 所以有个中国好媳妇多重要啊 其实新潮的最初的原因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这个潮是什么东西 是潮水 对 我们知道 有一句俗话叫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所以潮水是一浪 滚过一浪 新上来的那个浪叫新潮 还有比如说服饰 刚才我们都展示了 帕郎和这个欧盟西 是属于比较新潮 有句话不知道对不对 有人说穿40年以前的衣服 是复古 穿5年以前的衣服是老土 穿2年前 2年以前的衣服是落武 穿明年的衣服是新潮 对 穿5年以后的衣服 那就是怪异 所以说新潮就是 你一定要领在 这个时尚的前面 就可以说你是引领新潮 我看到这个图片 我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区别 什么区别 男性是衣服有不同的 但是差不多 然后发现变了 这意思是她有一件衣服 换了发现之后再换一件 这位女性穿了一个衣服 有好多不同的搭配 跟其他的那些东西 所以只能说 新潮在女性脑子里 是比较复杂 男性可以说是比较容易 复杂 对啊 现在全世界男的爱留胡子 觉得很牛 很时尚 很新潮 但我觉得 咱们 我觉得你要线肉 你怎么了 你要线肉 她一看我说 你们撒击击太不时尚了 总之说一千到一万 我觉得还是杨宇老师 刚才说的 不管这个潮流是怎么样的 不管你要追随潮流 还是落后于潮流 你一定要是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么激动干嘛 这个当然我猜不到 当然是新婚 其实我这里有几张照片 首先在中国和国外 我现在要解释 我是在中国还没居心婚礼 因为在中国居心婚礼 需要车需要房 我现在在奴隶赚钱 也不一定需要车需要房吧 现在裸婚的也很多啊 我需要 不是说我想要 对啊 是 然后所以我们是 现在国外居心的婚礼 我媳妇就是说是 从订婚到结婚 我一直是长发 头发到这里 怎么那么能看啊 不 这个不重要 不是 所以当我们去结婚的时候 我媳妇看到了 就是一个新的我 还有一个 全是新的感觉 结婚可以给你们看几个照片 我媳妇是你 可不得了 这就是当时就是 我穿西装代表着奥地利 她穿的气袍代表着中国 对 哭了吧 哭了 对啊 对啊 是 因为什么都她不知道 她还人命我还是那样 卷着长发什么的 我问一下欧蒙姓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们是2014年8月11号结的婚 所以就是新婚已经过去两年了 已经过去两年了 那现在已经就不是新人了 对 那现在称什么呢 熟人 还是怎么 熟人 熟人 可以这么立正吗 这个时候我们叫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 希望不要说旧人或者是故人 那 对 是不是各个民族的婚礼 基本上都是在晚上举行 是的 我们要通宵 我们从早上到晚上 大部分地区都是在中午了 就是上午到中午 我们那边都是晚上 因为我们看这新婚的这个婚字 它右边就是这个婚 黄婚的婚 所以传统的古代的婚礼 一般都是在傍晚开始 就是正式的那个婚礼 就最隆重的那个环节 是在傍晚到晚上举行的 对 可能晚上它是不是因为有灯光啊 什么的会晕晨的 我朋友有一个人 他告诉我闹洞房的经历 他们入了洞房以后 完了早上就结束了 早上起床了以后 发现床底下先出来一个哥们 再出来一个哥们 还有一个哥们 他说太累了 昨天晚上你又没睡 我们走了拜拜 真的不骗你是真事 你这纯属恶 不是是真的 我没有见过古代人这样闹洞房 这个纯粹属于恶搞了 以前那个闹洞房可能是举着火把呀 然后勾火晚会 大家一起唱啊 弹琴啊 祝福新人啊 我觉得那种是 这种传统的习俗是非常的健康的 但是刚才你说的那种 说从底下钻出一个哥们 又钻出一个哥们 但是李诗诗这个女孩子呢 她不是太专一 她还跟别的人也很好 她跟另外一个叫周邦彦的一个才子 就这个时候皇帝突然出现了 周邦彦没有地方逃啊 她就只好钻到了床底下 钻出来皇帝会杀她头的 她在床底下偷听到的 宋徽宗跟李诗诗的调笑的话 她写成了一首词叫少年游 但这个故事呢 十字八九是虚构的 因为大家喜欢往名人身上 贴一些标签八卦啊 细说 哎呀 叛狼看来你这哥们的行为 他会有由来的 好 来 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 这是什么 一看就是正能量的东西 三娜 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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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心的空气 心的空气 心气差一点 我觉得 又想起来了 心科 心的科 心科 你跟小朋友的想法一样 心科 心气象 心气象 哎 刚才我说差一个字 来 看看是不是 快两个我们说说 为什么从这个上面 你看到心气象 你看很多东西都是开学了 然后新的道路啊 新的大楼啊 迎接新的一天 又新的面貌 新的感觉 新的感觉 气象 气象其实我个人觉得 是从外在到内涵 像嘛 就是你外在的形象 要有新的改变 气呢 你内在的气质 内容应该 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改变 所以人也会呈现 这种新的气象 比如城市啊 修了新的路啊 有新的建筑啊 然后之前那些 很脏的呀 很乱的那些 鸡脚嘎啦 都变得焕然一新啊 城市也焕发出 新的面貌 那大到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之前 不久开的那个 G20峰会 也像全世界在展示 中国的新气象 我们的与众不同的气质 我们的崭新的面貌 他说了他以前 特别喜欢水冷脚 但是最近是早期早睡 比如说这个是 他的新气象是吧 新气象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 全面的一种 面貌的展现 就是不是说 小别说我今天 你的个发 啊 你新气象 这个词就用得太大了 学雷锋 书信锋 对不对 我都知道 雷锋是谁 对吧 但书信锋是谁啊 但书信锋是谁啊 书信锋是谁啊 其实学雷锋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天性是要为自己的 雷锋的特点是 他总是忘了自己的利益 在帮助别人 所以你学了雷锋 就是要把那种 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本性 给改掉 树立一种新的风气 就是大家都在帮助别人 大公无私的 这样一种风气 所以树信锋 就是动词 这个然后特别想起 我的木校RY 因为他现在一直在装修 一直在建楼 各种各样的 现在完全感觉不一样 我们学生开玩笑 我们不把他叫做 第二外国语学院 我们叫他 丁服装建筑大学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装修 一直在弄 一直在弄 我觉得欧盟西说得特别好 就是二外现在在改 那能不能称新气象呢 就不同的大楼啊 路都在修在建 还不完全能够证明 他有新气象 一定是你们在里面 学习这些学子 赋予他的新气象 外形改变了 有新的建筑 然后你们学生的面貌 也改变了 那二外就会有新气象了 我这赛呢 他的口语不好 可是现在很标准 那这个就是新变化 新面貌 这可以算吗 光是口语改变 可能不能算 刚才老师们都说了 你得是一个全面的 得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变化 性质上改变得更好的 这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新气象就比较接近 在原来的基础上 由内而外地进行一些改变 好的 那刚才这个环节 我们同学们表现得怎么样呢 来 拿起你们的投票器 要进行我们今天的 第一轮投票 请开始 五一号 谢谢一号 对我 选我 对美女选我就可以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好 五号欧盟西 现在暂时领先 你要谢谢这小朋友 一直在说五 都不听她 是妈妈吗 都不听她妈妈的话 你看妈妈说二二二 她说五五五 孩子是对了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造剧环节 来 好多东西写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 帕朗的吧 来 跟我说一下 好久不见杨宇老师 在见到有种 有种说温故而知心的感觉 我觉得杨宇老师看到你这句话 不知道是该高兴呢 还是惆怅呢 我的内心充满了淡淡的伤感 我猜一下 因为她是写给我的 对对对 像我表白的嘛 所以我觉得我来理解的对不对啊 就是很久没见 对 在见到的时候你发现 其实我跟原来的我不一样 有了一些带给你一些很新鲜的感觉 但这种新鲜的感觉 一定是好的感觉 不是不好的感觉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是很亲切 但是呢 对 越来越漂亮 皱纹越来越少 啥叫皱纹越来越少 对 我不记得 我曾经有过皱纹的 对 我们还是请杨宇老师 来给我们系统的说一下 温习旧有的知识 然后去学习新的知识 还有种解释呢 把它并列 就一边学习 温习过去的 一边学习新的知识 新旧知识两不悟 还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读红楼梦 我二十岁的时候读红楼梦 是这样一种感觉 可是我过了十年 回过头去读同一部红楼梦 我会有一种新的想法 或者新的一种理解 这也可能是温故而知心的 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 更加高境界的 就是我回顾过去的历史 展望中西的历史 然后我能更加准确地 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 他也可以把它作为 温故而知心的 这样一种理解 知道温故而知心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我认识的一位女留学生 她的经历 就是肚子开始疼 然后就开始闹肚子了 闹肚子了没办法 她就跑到医院去看病 然后她就跟大夫 就说了半天 她那个 她不会说中国话嘛 所以大夫完全听不懂 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她的温故而知心 她以前学过一个词呢 叫做便秘 就是说大便 大便不通 她知道便秘 是大便不通的四个字 于是呢 她一想浮现我怎么写呢 她就写了四个字 然后这个大夫看了以后 就哈哈大笑 然后就给她开药去了 这四个字 从此也就在他们学校 传播开来 这四个字叫什么呢 叫大便不停 温故而知心 王王举一反三 欧盟西 刚结婚就吵架 真是新郎官上任三把火 来 给我们说一说 新郎官上任三把火 哪三把 吵 跟媳妇吵架就是吗 对 就是因为想让别人听你 然后想吓到别人 或者欺负别人 就是让她听你的 欧盟西绝对不敢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啊 所以应该是新娘子上任三把火 所以是新官 她要迅速地做几件 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事情 来树立她的战容威信 能够跟前任区别开来 最能够体现她的特色和能力的 那么两三件大事来做 来树立她的这样一种新的风貌 然后树立一种新的权威 所以我们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词 叫一鸣惊人 有这样的一个成语 这位是指的我们 我们古代的时候 有一个楚庄王 他当了王以后 三年什么事情也不做 三年之后 突然一下子做了大方面的变革 人就说他是三年不飞不明 一鸣惊人 好 来 我们来看看欧盟西的 首先这就是刚才老师说 我们西方人 对说和听特别了解 西汉字不是那么溜 对 就是轻信脱速的王安娜 让帕朗心动了 你看他脸都红了 你看我画的帕朗怎么样 画得好吗 这个欧盟西 你太有说话的技巧了 我觉得你光前面那句 回去你肯定得挨揍 但是呢 你加上了后面的帕朗 可能这事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是吗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上 不应该写这一句话 因为你有家庭了 确实你回去老婆肯定会有疑问 清清脱速就是有是新的 有是新的 有是original 就是怎么说呢 原来的 原本的 不俗的 就是对 就是有 不俗 对呀 不俗 就是新的 然后不俗 什么是俗 俗就是大多数人 表现出来的状态 所以脱俗就是 它跟大多数人 表现出来的气质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与众不同的 很多男生 都喜欢清新脱俗的女生 对吧 没错 那么就要问一下了 到底什么是男生 心目中清新脱俗的女生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画淡妆的女生 它代表了两点 第一点呢 就说是 它是有自信的 就知道我不需要把脸上 画得像那个五彩一样的 这样的 第二个说明 它是有文化 有美感的 它知道自己身上 什么地方最美 所以画淡妆是最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现在 在座的女生 我发现 从班主任 到我们的老师 到学员 全都是画淡妆的 我就能看到 这是我们既有知识 又有优雅的 这种形态的 女生做出来的事情 差几个女生 我们观众的女生 也是啊 对不对 得罪人太多了 大老师没关系 您得罪没事 他们待会儿 观众还得投票呢 所以他必须 得照顾好观众的情绪 那也如此 我觉得刚刚刚讲的是 脱俗 还有清新 我们看这个清 它是三点水 跟水有关 就是水的清澈透明 那就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凋逝 它就像水里面 长出来的荷花 那么的美 但它那么的自然 所以自然状态的美 而且是与众不同的 就是安娜这样的女子 那我呢 所以安娜应该非常高兴 欧盟西这样夸你 那我呢不算 你也是 你也是 日日新又日新 我们天天洗澡 又从洗澡中 误出到哪些真谛 唱歌 跳舞 包子 阿基米德定一 洗澡的时候发现了吗 看一看自己的肌肉的状况 品德和精神上的洗礼 王末时代日新月异 你又该如何跟上 新时代的步伐 我们可以试试聊天 叫我姥姥读微信 我在pad上做英语作业 都还只是技术层面的创新 更多精彩 马上成见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老祖宗啊 是非常智慧的 同样我们今天这个心字也是 来 我们来给大家 看几句老祖宗的话 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 还有知道的吗 安娜 去年 吉吉平的讲话的时候 里面儿带这句话 他希望每个人在发展 国家在进步 狗日新 日新 幼日新 这个狗 就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我每天都这样的反省 都这样给精神进行洗礼 那我们每天都是一个新神 这句话的出处 盘名 名就是刻的意思嘛 刻在金属的东西上面 那么刻在哪 刻在盘子上 这个盘子是我们吃饭的盘子吗 No 对 肯定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是洗澡嘛 所以它是洗澡的澡盆 那汤是谁呢 殷商的开国的这个君王吧 就是商汤 商汤在他的澡棚上 刻上了这句话 就他每天洗澡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 我每一次的洗澡 不仅仅是在洗身体 也是我的品德和精神上的一次洗礼 然后每次洗澡 然后经过这样一番内心的反省之后 又会赋予自己一种新的气象 所以他说狗日新 日新 幼日新 每天都是一个新生 洗澡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恰恶 因为我去洗澡需要半个小时 然后我待着收集看一夜 我每天早上洗澡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 我一直想传美包子 我是穿歌 还是有时候媳妇在洗脸 我在洗澡 她就说你能等会儿 一会儿再唱吗 我出去你再唱 我以为你媳妇说 你这个时候怎么想的不是我了呢 要注意安全 不能被枪死 洗澡的时候可能找到灵感 比如说那个阿基米的定律 不是她洗澡的时候发现的吗 对不对 从这个碧阳看来就是泡澡跟淋浴 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泡澡就会发明阿基米的定律 这个淋浴就想不到吃包子 杨宇老师呢 您洗澡的时候想的是您的学术问题吗 我就想得很高雅了 因为我研究诗词 像第一个世人屈原 还有早期的思想家荀子 他们都说过 心目者必谈官 心欲者必正一 就是洗完头 很干净了 然后再戴上帽子的时候 一定要把帽子上的灰尘 全部抖干净 然后洗完澡也是 要把要穿的衣服 要干干净净地穿在 干干净净的身体上 所以古人把洗澡 不仅仅是看成 把身体洗干净 他要把心灵里面的那些尘埃 也都要干净 所以中国有个词叫 早雪精神 内心到外在都是干干净净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的 君子的形象 杨老师 我洗澡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看一看 自己的肌肉的状况 欧洲和我们中国 都经历了同一件事情 就是古代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 非常崇尚洗澡的国家 在欧洲可以看到 罗马的那些废墟里面 都能找到洗澡 洗澡澡堂子的这样的遗址 我们中国也有像华清池 华清池那里面 也是有很好的那种洗浴设备 后来到后世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欧洲 欧洲是在黑死病的时代 他们就不再洗澡了 很多人还怕洗澡 怕伤元气 那么中国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就不再有洗澡的习惯 后来我猜测这个事情 可能是由于当时 两个文明都受到了 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那么把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 当时带到了这两块文明之土上 那么后来呢 我们又逐渐地恢复了 喜欢洗澡的这样的习惯 所以现在大家每天早上洗一个澡 应该说既是新的 又是传统 所以说每天洗澡的时候 不要乱想啦 每天反省一下 对吧 然后给自己思想和精神上面 做一个小小的洗礼 这样对于完善自我 会有很好的帮助 好 来 那我们看下一句 日新月异 相信前一段时间的 G20峰会 大家都知道 习总书记也在 G20峰会上面说了 在杭州点击鼠标 连通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 其实呢 它也是影射出了 整个国家的发展 不知道同学们 在我们中国看到的 有哪一些新事物新变化 潘朗 中国的高铁 高铁 高铁特别厉害现在 特别快 到哪都非常快 泰国现在可能 还是绿皮呢 绿皮车 就是到哪都特别慢 现在有收集可以 哪里都可以 操二维码 然后付钱 我觉得在塞巴掌 十年后 还不会有这样的 对 现在基本上在中国 你只要拿着手机 不用带钱包 不用带钱 就可以出门 北京的地铁 我觉得特别方便 但是我觉得 更好奇的 就是它发展的速度 我记得 我这次夏天 我回奥地利 然后上次 回奥地利的时候 他们修立了两个站 还没修好 就两个站 同样时间 在北京 接了是五个 还是六个线 就是二十个站 连着那种 我就觉得 我真的很好奇 怎么修得那么快 包括建筑 有时候两个星期 就突然有个楼 我就想知道 就是为什么 这是跟文化有关系 跟工作态度有关系 还是跟什么有关系 都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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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缺一不可 都有关系 快递 中国快递特别快 真的很快 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们那边人 比你们那边 跑得比较快 其实我们知道 所有的旧的东西 都曾经是新的 当它新出现的时候 它一定是适应了 那个时候的 时代发展的需求 可是经历过 很长的历史时间 发展之后 时代变了 所以旧的东西 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去突破 那个旧的束缚 比如说欧洲的 文艺复兴运动 还有中国在上个世纪的 新文化运动 都是这样一种性质 从思维方式上 去改变老百姓的 这个思维 旧的思维模式 然后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说这种创新思维 一直是我们中国在坚持的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 大中创业 万中创新 新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时代 因为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 千变万化 信息瞬息万变 这才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 如果不是在这种新的技术环境 新的社会环境之下 这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今天它却成为 中国新经济常态下的 双引擎之一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也说明了心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 意味着什么 李克强我要表扬我妈妈 因为我们距离很远 打电话也贵 什么都不行 所以我只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韦信 之前跟它是语音的这种方式 我没叫它士兵聊天 它突然就来士兵聊天 今天每天都吧 我的父母 他们已经比较老了吧 然后我回国的时候 我用手机进车了 然后用手机付钱了 然后我们上车 这么快 然后我以后叫了他 这个用这个APP 怎么交车 怎么付钱 怎么做这个过程 这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可能现在年纪大的人 他看到这个会觉得很新奇 但是我们年轻人 都已经运用很自如了 所以说这种创新思维 一直是我们中国在坚持的 新的思想运动 新的言论 新的习惯 一系列 我觉得新生事物 它都会推动这个社会的整个发展 那我们正好来问问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怎么来适应这个社会的 那边那位小朋友 我现在做英语作业 用电脑做 我现在都用iPad做数学作业 用手机做英语作业 哇 说得好完整啊 新的微信啊 还有轿车软件啊 或者是支付软件啊 不过这都还只是 技术层面的创新 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革新 对一个国家来说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 而且呢 创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这样一种特质 其实我觉得同样适用于 两千多年来 中国历史的发展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最大的一个特征之一 就是具有那种开放性和包容性 无论有多少外来的文化 进来进行碰撞 最后都能跟中国的固有的文化 进行一种融合 然后开创出新的文化的体系出来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们的科技发展 还是我们的改革的进程 还是我们的经济的转型 还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和这样一个发扬 都需要创新创新再创新 好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随唐大测验 第一个环节非常简单 大家也很熟悉 叫九宫格造句 你看我们九宫格上面有不同的数字 有的数字是实心的 有的数字下面就是空的 空的那就没有造句的机会了 如果是实心的 就要按照上面的数字来造句 要带新的分男生队 女生队 三个 你们俩是比拼是吗 来 请上台 我数三 分别跳向你所喜欢的数字 一 二 三 跳 跳 跳 哇 好可怕 所以欧蒙西有造句的机会 萨娜没有造句的机会了 十一个字 我的商议是新的还是旧的 大伙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很过男生队获得一分 来 下一组 西红东碧阳来站到我们中间 我们可都换过了 准备好 我数三 一起跳起来 一 二 三 跳 跳 跳 还是哪里 还是哪里 背景会换 没有换 今天学的那个 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对吧 好怕 非常好 接下来是轮到谁了 安娜和帕朗 一 二 三 跳 你随便 来 帕朗造句 新街口的网吧真好玩 新街口的网吧真好玩 好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男生队 恭喜我们男生队 好的 我们第二轮比拼 很简单 抢板凳 有五个板凳 然后完了以后六位同学抢 有一位呢抢不到的就要到我们的圆台上来解释我们的成语 如果解释不对的话 那我们就要受一点小小的惩罚 解释对了呢 直接搬着板凳就可以到很平安的地方去了 预备 Ready go 快 姿势很优美啊 停 哇 绅士风度啊 又赢得了好多票吧 那选择多嘛 对 现在选择 哇 也好有心机啊 现在选择多来 就选一个吧 就选第一个吧 第一个 细心研究 喜 喜 细心研究 那 五 三 三 这个是喜欢的喜 就是讨厌的愿 那就是喜欢新的讨厌旧的 对不对 对 好 来 拿走一个板凳 对 到安全的地方去关键的哈 准备 准备 开始 龚碧羊跑 准备 准备 非常好 非常好 好的 准备好 龚碧羊跑起来 来 停 好 太坏了 太坏了 没有啊 太坏了 没有啊 太坏了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什么 好 日新月异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的生活我跟着它 还是有什么新的APP 我可以下载用 或者有什么新的 发生有新的生活 新的东西我就跟着它走 所以要接受惩罚 日新月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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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新的 每个月都是不同的 这个意义就是不同的 每天都有新变化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东西出现 好的 来 来 我们拿走一个板凳 就剩两张板凳咯 来 龚碧羊开始 停 牵队 到底一号还是拍狼几号 那我们去听小朋友的吧 一号一 here 只是拍狼选一个 好 幻然一新 新面貌 新面貌 没了 就是 这个人啊 今天开学了 这感觉不一样了 一切都是重新的 可不可以啊 魏老师 幻然什么意思啊 他换了一身新衣服 所以又有新面貌了吗 不是 是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观众说错 错 小朋友们今天几个嘟嘟 都毁在你们手里了 其实这个 开朗的基本的理解 还是对的 基本的理解 要崭新的气象吗 但是幻然的 我们看到那个幻子 不是这个火字旁吗 所以它是很光明 很明亮的样子 就是展现出新面貌之后 很明亮的样子 所以还是不完全正确 而且小朋友的判断 还是对的 准备 开始 四七 四七 必赢 四七 必赢 四七 四七 必赢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这样 这分明是四七姐姐赢了 你们还在说一号赢 刚才就不该听你们的 来 人气还是很旺的 欧帽西走了之后 我看就是公毙羊了 来 什么 给我们读一下 恭贺西喜 就是祝贺 快乐 你说错了 恭喜 喜事 这喜事应该是婚礼吧 婚礼吧 婚礼吧 说了吗 是什么小朋友 说说说快点我还有五秒 你一般指的是新年 就是祝贺新年 我说了吧 新年快乐 不是新婚 恭贺新年 因为塞纳说的 所以我应该说是不对的吧 好的 欢迎给我们这一局 获胜的是我们女生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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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你们的投票器 最后一轮投票 你好 这里没有用 欧盟新年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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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本节课的人气学员 在小朋友们的支持下 就是欧盟新 你应该感谢我们的小朋友们 就是你们的 那有请我们两位导师 给我们总结一下 狗日新 日新 幼日新 我们每个人都要日日反省 然后每天都有焕然一新的面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也要勇于改革 勇于创新 然后才能够引领世界的新潮流 好的 谢谢二位导师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下课咯 我们下课咯 快乐汉语 相约 下期见